作词 李宗盛 神此次来在肉身 是迎遥而来 是针对人的情形而来 就是来供应人的所需 不管人的素质教养如何 总之让每一个人都看见神的话 从神的话中看见神的存在 看见神的显现 从神的话中接受神的成全 改变人的思想观念 让神本来的面目深深的扎根 在人的内心深处 这是神在地位的愿望 不管人的天性有多大 人的本质有多长 人遗忘的座位到底是怎么样 神已该不堪 神已该不堪 只希望人能将内心的神的心 能认识人类的本质 从而达到改变人的思想锋锋 达到改变人的思想锋锋 能从神出去思念深 发起人对神永久的眷恋之情 这是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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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 是神对人的唯一的要求